简案三年 曹操大破徐州斩吕布 销售势众 对于吕布救布 曹操则通过分化打压与拉拢 将其牢牢掌控在了手中 然而对于曾帮助过吕布的脏霸 曹操的态度却一反常态 据三国志脏霸传记载 继秦布 霸自逆 太祖目所得霸 简而悦之 使霸昭吴敦 尹李 孙关 关兄康等 皆以太祖 太祖以霸为狼牙相 隔清徐二周 伪之于霸 脏霸归隐后曹操不仅主动招降 还后代了他的几个小弟 吴敦为立成太守 尹李为东莞太守 孙关为北海太守 孙康为承阳太守 昌西野为昌绿太守 这些人便是出身于衍州泰山郡 却在清徐地域上赫赫有名的泰山猪将 而作为他们的老大 脏霸不仅被曹操任命为狼牙国相 还成了清徐二周的最高军事统领 可谓一步登天 至魏明帝曹瑞时期 脏霸十亿已达三千五百户 超过了张辽许晃张和 与曹丕时代的宗室第一人曹仁平起 低调的脏霸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让曹操如此器重他的实意 又为何如此之高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脏霸等泰山猪将 何以在清徐地域上称雄一时 这要从脏霸的早年经历说起 三国志在脏霸为泰山华县人 其父脏霸为地狱院 一个不足百担的小吏 这说明脏是出身不高 方世明先生指出 脏霸敢于得罪泰山太守 说明岂有一定倚仗 非担家之户 的确如此 脏霸下狱后 脏霸带领克数十人 劫走其父 亡命东海 优势以勇撞文 可见脏势门楣虽然不高 但也是中小地主出身 否则难以眷养起 数十乃至上百兵客 孙官 盈利等人 各为一方取帅 可知他们出身与脏霸类似 皆以侠气闻 几人一见如故 遂跟随脏霸 投于陶迁麾下 后因泰山猪将讨黄金贼有功 得以在陶迁庇佑下 前往开阳屯兵 从地理位置上看 泰山位于青眼徐三州交界处 比邻徐州狼牙郡 是以脏霸等人屯兵于开阳 不仅能将势力辐射到北海狼牙 泰山东海一带 还能源源不断地从家乡招募山民 为己所用 这正是泰山猪将能保持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陶迁与徐州士族不合如何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 事实上除了丹阳兵外 陶迁还有脏霸率领的泰山兵支持 可脏霸等人亡奔徐州时只带了少数兵客 既然如此泰山军事集团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袁绍未向公孙瓒求和曾割让渤海郡 于是公孙瓒引兵北上 大破清徐黄金兵一胜 这只声势浩大的黄金羽党 在遭受重创后 一部分流入眼州 杀死眼州刺史刘代 后被曹操手边 成了赫赫有名的青州兵 另一部分仍活动在清徐一带 后为脏霸等人击破 三国时期带有士兵性质的三支有名军队 分别是曹操的青州兵 脏霸的青徐兵 与刘烟刘章父子的东州兵 皆是黄金羽党出身 可见通过控制清徐兵 脏霸等泰山诸将 才能在清徐地狱上 保持相当强大的武力 此外他们从家乡招募来的泰山兵 也不容忽视 所谓泰山贤祖 作为背山面海之地 这里成为了山贼们的绝佳栖息场所 他们尽可略清徐掩三州之地 退可进山入海 久而久之泰山民风彪悍 已成为人尽皆知之士 于后汉书环帝记中所见 泰山贼狼牙贼 一缕进而不能止 大将军何进谋诸宦官时 曾令心腹 时任河内太守的王匡 返回家乡招募山民 何进生死后 王匡为董卓所败 走还泰山 收集尽用 欲语张腰和 却被曹操借力打力 利用红母班家族给除掉了 曹操为何要打击泰山兵 这恐怕是因为 他对泰山人接触较深 据三国志报勋传 引著魏书记载 信乃引军还乡礼 收徒重二万 其七百 资重五千余胜 泰山民保山为寇 以永务闻名 故经常成为各路军阀 征兵的对象 曹操的智友好友 报信也曾于泰山募兵 其麾下大将于晋 最初正是由报信招募而来 那么于晋与泰山诸将中的 长西是旧交 倒也不足为奇 正是通过报信于晋 曹操才会对泰山兵的汉用 有清晰认知 再看脏霸等泰山诸将 他们手中同样有一只 以泰山兵为骨干 以清徐兵为补给的强大军团 听贤戈尔之雅异 曹操自然会慎重对待 脏霸等泰山诸将 过他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尽管脏霸在清徐一带形势低调 但因为与元树吕布之间的瓜葛 他仍被曹操给盯上了 出乎意料的是曹操却选择了妥协 他以天子召令 给脏霸和他的几个小弟都封了官 这便意味着本质上为泰山群道的脏霸军事集团 自此有了合法的官方身份 成为名副其实的泰山诸将 那么曹操是真的动不了脏霸吗 其实不然 以曹操目前实力 若打击脏霸军事集团 赢面还是很大的 但这种做法并不理智 甚至是非常不划算的 究其根源 曹操与元树的大决战即将来临 他没有必要花费太多精力 去处理一个原本可以拉拢的 强大武装势力 曹操是如何得知 脏霸可以拉拢的 这一点恐怕与后者习惯妥协 且常保持低调作风有关 据三国志五帝纪记载 下批缺轩聚重数千人 自称天子 徐州木陶谦与共举兵 去泰山化废略任成 陶谦和强盗缺轩 劫略的泰山化县正是脏霸老家 更有意思的是陶谦入眼州 大概率会从脏霸的地盘路过 所以脏霸这是眼睁睁 看着家乡被几个土匪抢劫 自己的主子去劫略老家 反观敌人曹操却为划线费线等地报仇 脏霸一贯的妥协态度 不知是否发生过动摇 但不难看出他日后接受曹操招揽 恐怕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 又据三国志脏霸传记载 使太祖方与曹操相聚 而霸术已精兵入青州 故太祖得专世少不以东方为念 在元曹对峙期间 脏霸领导的泰山兵团 与青州元潭直接对上 从而免去了曹操在青州的后顾之忧 这说明曹操对脏霸的怀柔政策 确实起到了不俗成效 但众人皆知曹操生性多疑 是以他纵然再有容忍之量 也不会一直放任脏霸在青徐地狱上 处在一个半独立的状态 在此情形之下 曹操又是如何温水煮青蛙 将这股强大力量收为己用的呢 咱们下期再聊